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剩下的这个人生中 我剩下的人生 你还有剩的啊 你说 还有明天吗 对对对 明天 我要怎么去修正 怎么去修行 你没剩的那几天是咋修的 没修啊 你一直啥也没修啊 需要一些方式 需要一些 比如说这些本能的分别执着 是需要定态里别拓的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上 在世上列就能达到一个 比如说人到达四五十岁 什么都经历过了 比如说七十二顺嘛 七十二顺别人说你啥 你都装啥大字若语 这种境界可能 你生活越来饱满一点的 精力丰富一点都会不在乎 不跟周生一般解释了 但是你本能的分别 人道本能的分别执着 需要在定态破 用威信的这种分别执着 不是你能察觉到 比如说头发的生长啊 指甲的生长啊 就是实用 五用那边的实用 到最后这些 你说你把它叫铁意识 叫什么也行啊 这些都不是你能察觉的 不是你在出钱的 你能够不在乎 你就能破掉 这都根本无名的 这是我们本质上根本 所以你成不了 所以要 要在坐地上要入定 定是什么 就是定是一个 我们现在的状态叫散乱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状态 叫定 定从倾向乱想 子啊 静下来 然后虽然都是个假象 因为静散乱定 其实都是相对于 这个子啊 定啊 静啊 定啊 都是相对散乱建立起来的 另一个状态 但这个状态很容易让你承到 很容易让你去看清生命的实相 所以从这个假象开始 一直这个假象来解决问题 所以从这个很深的定态 就是定到很深的游近状态 我不是经常说你最起码你坐在那儿入境 有点近似于那些 就像那种一路一路圆圆 深深地照在深潭水里边 那个深潭水动都如入不动 那个气啊照下来 那个月亮照下来 哇 那个潭水如入不动 就那个水都纹丝不动 就很 那才清 比较静 还比较清静 你六根还不清静 你还分别这种很厉害 就是最起码静下来了 那个时候看一些状态 你会能够看清楚 生命的实效能看清楚 很深地定 定到最后 根层脱落 就是无我 就是根根层 六根 这个世界的法相 这个包括自己 这个六根六成嘛 野耳鼻舌生意 射身相非出法 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意识层面想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是虚幻的 还是真实的 是吧 臣影响我 我影响臣 我们在意识层面 不断地这样想 那个时候很深地 凝静下来 进入地台 不再这样想这些问题了 它是生灭法 还是大涅槃境界 就是说 它里面包含在空心里 还是空心里面 所有的这些佛法的境界 所有的这些理路 什么境界 统统停下来 不要在意识层面折腾 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 我们从生下到现在 一直在乱想 我们一直要找一个结果 任何东西都要有个生畜跟灭畜 我们是从哪来的 谁生的 我妈生的 我妈生的 我姥姥生的 我姥姥随生的 第一个女人从哪来的 是吧 总会问这些问题 总会问万法从哪来的 我们不断地在寻找万法 生畜跟灭畜 它从哪来的 它会死到何处 它是什么时候要死 比如说 我剩下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要走 终于一天我们会问 我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生灭法 释迦牟尼佛台无生界 外法无生 本无生 没有生畜 没有灭畜 你看大家从人眼界 看这个经典 讲各种法的无生畜 无灭畜 包括地税或分空 它没有出生的地方 没有灭畜 其实佛说 因为你的妄想产生的 知道吗 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个无名在这里 知道吧 你就会觉得你是个无名的 妄想的是个凡夫众生 你就相对于 你会建立一个佛像出来 所以在修正里边 你就会追求一个佛像 所以你就会永远成不了佛 知道吧 你永远是圆满的 一直在这儿 空心如如不动 一直在这儿 你永远是圆满的是吧 就是佛说 你为啥现在不知道这件事 佛说 因为你有个妄想 你说我为什么妄想了吗 你总要知道 这个妄想从哪生出来的 所以你连这个妄想都要求找个生畜 个灭畜啊 我什么时候这个妄想生畜 来什么时候把它灭掉 是吧 佛说 既然叫妄想 所以它就本无生 它叫妄想怎么有个生畜呢 是吧 那有个能生的 有个所生的呢 是吧 否则就不叫妄想 就叫你妈生你 这不就不叫妄想 这是活生生的有两个人在那儿 既然是妄想 就没有你妈也没有你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佛 如果变成 佛说因为妄想 所以你现在变成 在这儿不断地认为自己是众生 认为自己是众生啊 所以你看佛法多简单 你在这儿 不断地说我是众生 我是众生 我在生命里面 为什么他世界沉重坏苦生老病是五着恶事 他世界是邪的恶的善的够的正的邪的 是吧 你看心经里边佛说 无无弥境 没有无明这回事 既然没有无明怎么会有众生呢 所以金刚经说破众生像 没有众生像可以 这就是佛啊 佛就没有众生像啊 佛没有无明跟智慧这回事啊 没有智慧这回事 你会觉得佛很聪明吗 你会觉得你很笨吗 既然没有无明跟智慧像 你会觉得佛跟你有不同吗 你会觉得佛 佛会不会比我更聪明点啊 他不会 这是他策万法源 他无所不知 那你也是啊 知道吧 你现在障碍在生命法里 幻境里了吗 这就是空性就在这里 他跟万法一毛切关系也扯不上 但是万法就是他 你看这个概念 大家听不懂了啊 但是说万法就是他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你要离一切相 不是因为我说 空性跟万法佛啊 跟万法都一毛切关系也没有 扯不上相的时候 大家就会心外求法 你就会抛开万法去外面找个法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讲法 所以不能用 知道吧 其实真的是扯不上关系 什么化身啊 真空妙又没有这回事 他什么也没生 他就是你在那妄想 导致的这个世界众生 产生的根本跟佛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跟你的佛性没关系啊 你的佛性就在这坐着呢 一直在那 你下地狱他也跟着你下地狱 你上天堂他跟你上天堂 而且他连个毛毛也没缺啊 而且一切具足啊 功德圆满啊 只是你在这妄想 你说我是佛还是众生啊 但是这叫根本无名断不进嘛 我这样说你就醒来 你醒不来 你一遇到事你就有无名去了 你坐在这可以醒来 你不要以为立刻动物啊 你听懂了就醒来了 你听懂你就知道 不要以为你成功 听懂这是佛的第一异地啊 你听懂了 这离可动物 事须解除 就是称呼必消啊 就是你听懂了去 断那个胳膊不明 因为你遇到事的时候 你就又觉得你是个真实 大家又在考虑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又在考虑了嘛 然后你还恐惧死亡嘛 是吧 所以这些恐惧从哪来的 所以这些 你读的这都是根本无名 带过来的 本能啊 本能反应啊 本能的生气啊 烦恼啊 你还在世上 你不能大自在嘛 你不像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那么自在嘛 为了达到 你像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说 实际上你那样自在 你就得修正 在世纪上 在家人修正的话 在世纪上修 就是在世纪上 不要被进转 内外进转 然后根本无名 本能的分别 靠在禅定里面破 所以你要修禅定 知道吧 第一打坐 歇学打坐 歇学打坐 如果你坐不下 跪下也 跪着也行 还有坐实在不行 坐凳子上也行 但是我推荐在坐 躺 或者是跪 跟盘腿 双盘 单盘 散盘都可以 选择歇盘 以这样一个精致塔形的坐姿 实在不行 坐凳子上俩手 就是安平 就放在这儿 放松就行了 还有跪坐 跪着呢也可以 实在不行躺着 躺着车卧都可以 或者看你的姿势了 只要不睡着就行 保持觉知 是吧 这是其一在身体的知识上 然后心呢 心就是念头 你现在没心啊 就是念头 你的念头呢 不要被静转 静转就是你对 界无觉知的外界的一切 跟内在的一切 比如说 我是病的还是健康的 我会衰老 我是美的还是丑的 是不是 这种认知停下来 不要想了 是吧 你可以认为你丑 就停在那儿算了 是吧 可以认为你美 就停在那儿 管他呢 是吧 先停下来 因为你要成佛了 知道吧 好先停 另外不必静转 这是在念头上 还有你的身体受什么影响 还有吃饭 少吃点 知道吧 我们一天三餐 对我们的情绪影响很重要 所以不要吃刺激性的 太辣的 太发的东西 葱酒蒜啊 辛辣啊 这些还有 就是喝酒 饮酒由于是去镇定嘛 佛学它是首先要入定的 你看道家 它是炼金化气啊 它是修气脉的 道家 它就喝酒 因为酒就可以疏通经浪气血 佛学是从定 从第一滴走的 但是佛学是很高的 就像一个万法归宗 就像金字塔 它站在顶尖 你学了第一滴 底下呢就好学了 知道吧 而且学了第一滴 为啥不学最高的那个呢 是吧 就从这走 少吃点 你看佛地人都是一天一餐 做日中一餐 不想吃就不要往嘴里扔 是吧 一天吃饭吃个七八分就行了 然后吃的 但是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来 因为我们都是人到中年才开始休息的 不是十七八九出家了 而且生活家里有竞争压力 七七六一有重的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先以肉为腐 素食为主 然后呢 因为肉食呢 比较酌 气酌 然后容易烘尘 还有里边容易生起称恨啊 什么这种 但素食呢 就是说 素食清净一点点 也不是说它就不足 它所有的东西进入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个发酵缸 我们这个身体 还一发酵冲着 七窍往处跑 这种气 这种气会影响到我们心烦气 甚至我们恶梦 年年有时候梦很杂乱 都有吃的东西有关 就是饮食尽量少 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身体很虚弱 气血很虚 所以还要营养 注意啊 就以医生说的算 就不能说是 不能直接 从肉食变成素食啊 就是说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就是这样 先从这样子开始修 然后呢 发大愿 我要成佛 是吧 否则你遇到问题 有点风有点雨 你就停了 是吧 然后因为你活着就不过是小子 活得开心一点嘛 那在这个世界上开心的 能让你开心的事多的呢 唱歌跳舞 什么都可以可能局部 跑跑步 锻炼一下身体 学学瑜伽 是吧 甚至上街买个新衣服 或者是 就是打牌 给大家兜地主赢了 是吧 都可以开心一下嘛 是吧 但是你不是想开心一下 你是要成佛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或者你想练个神通神变 是吧 但是也可以啊 就是都都可以 但是呢 你最终你要了知佛的第一跌 是吧 佛 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 佛为啥说 神通神变是个小数 是因为就像送空那么厉害 在人家手掌心不过 就是蹦来蹦去的 他 因为佛不起于神通 比如说因为佛正如空性 佛正如空性以后 他就是一切嘛 那我就是你嘛 那我还用 我又起用一下他心通 看看你肚子里想啥呢 那不小数了嘛 是吧 所以释迦牟尼佛如来 除了不起用神通的 是吧 我起用个天眼通 看看你啊 我就是你 无处不在 我有什么用天眼嘛 是吧 我就是你的时候 我不需要用他心通 去揣动你想啥嘛 是吧 他不用五神通的 所以五神通对佛 都是小数嘛 是吧 所以烧着就做到的事情 是吧 都是佛根器 大家都不是佛根器 这佛说的 我们都是佛 本来就是做六道众生 还得你打个妄想 你不打妄想 还做不成呢 是吧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都学得太溜了 学得学成惯性了 停不住了 这就回不去嘛 是吧 哎 你是如来嘛 是吧 你要想做人 你还得学怎么 还得有人的妄想 你才能投胎到人道 那挺难道哦 不是来人道 就像那个大乌龟 在海上 遇到一块大木头 有个骷髅眼 他钻进去 哎 不起而已 一下子投胎 就是说 哇 就是说 哎呀 太巧了 你才能投胎到人道 所以人力还是不多啊 在地球上 虽然我们觉得很多 但人力不是很多 所以 所以也不容易啊 做六道做事都不容易啊 都很难的哦 虽然我们不想去下山道 但是那也是妙有啊 那还得妄想的 不妄想你去不了的哦 是吧 还得乱搞 就是乱动 佛是我们本来样子 说一切具足 想做啥做啥 你要知道第一地 你要安住在第一地的角度 你真的是无所不能 你真的可以的 你要去搞事业什么 你真的是那块料 但是呢 都得学一学 但是你要是 安住在第一地 你学东西啊 你要是能够住在 学东西都是 从上往下学 你就很轻松 看这个宇宙世界 你是从上俯视的 俯视众生的 你要是从人到 一个有烦恼的 一个乱想的 妄想不尽的 六根不亲近的人 想要学一门技术 那很难 你拼命的 记不住啊 你头脑一大堆 知觉一大堆 一大堆了 你能记住那个东西 记住三天又忘了 是吧 那你就是 等于是攀登 中麻烂麻风 就很难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啥个人 我是哪块料啊 我上去上不去啊 老师 你烦恼少一点 你清静一点 就上去了嘛 是吧 只要你喜欢 你选择就可以了 好 你怎么办 你这座 那你把我强调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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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办 就是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